台中市冯甲大学附近出现了一位五十几岁的太太啊 真的很怪 她手上拿着个榔头 一个一个去扎破人家摩托车的后照镜 有人是要看到了 上前要制止她 她越扎越厉害了 然后一方面嘴巴里面还念念有词 不知道在念什么 总共扎坏了43辆摩托车的照后镜 附近的居民觉得这人太怪了 打算要集体索赔 穿着粉色善意的夫人 手持榔头对着机车后照镜一台一台的砸 从里面砸到外面 一整排的机车都遭殃 路过民众赶来制止 夫人确实继续砸 走到另一排 对准后照镜一一砸破 附近居民吓得赶紧报警 就不到时候被砸 还蛮夸张的 就可能都要扳起来吧 因为真的没办法 夫人一次砸坏34台机车 警察获报赶来处理 根据了解 砸车的夫人信度50多岁 一个人独聚在大楼里 经常幻想有人要迫害她 六年前也曾割破无辜机车的椅垫 还用三秒交锋住钥匙孔 早就是大楼的偷偷人物 当然怕有一天她会纵火 最怕的是这样 反正她就是你跟她讲东 她跟你讲西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妹妹到她车也是被砸第二次 我们不知道是她 然后是常常有时候 听到那边就是一直在那边喊 夫人拿着榔头 说是要让大家感受到她的痛 一次砸毁34台的机车护照镜 附近居民希望能将夫人强制送医 并打算集体提高索赔 就怕下一次夫人情绪失控 砸的是人不是车 那该怎么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